如果你是学过占星的 或是如果你本身就对这个星药很熟悉的 那当你在学去门的时候 你想要了解去门的时候 不太清楚 那你就去想想巨蝎座是什么样子 去门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啦 我看不到现在啊 常常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啊很多人问我说啊 我们常说 这个紫微斗数呢 它是原字 是印度占星术 然后呢跟易经座结合 那一定有很多人想要问说说 那斗数跟占星之间跟星座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联 有没有什么雷同 或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对比的 那甚至呢我们也知道说 会有很多老师呢 他会去把斗数 然后跟这个星座 去做交叉对比 因为毕竟星座呢 因为这个西方推广的关系呢 已经很大幅度的为一半人所知 然后呢 它对应12个月 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说 比如说你是七月生 你应该是巨蟹座 然后是几月生 你应该是什么星座 那它比较容易 有直觉的印象 那有个概略的感觉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大家会用 你的命宫是什么星 然后去对应你什么星座 然后做交叉比对 今天我们来讲讲啊 太阳 落在12星座里面的时候呢 那所对应出来 就一般我们所常用的这种 你是七月是巨蟹座啦 几月什么星座啦 这样子的很粗浅的这种概略的这个星座的分法 然后在对应在这个紫微上面的时候呢 它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实际上星座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非常表面的一个解释 让人家可以马上感受到 对它好像是这样的人的一个解释 那斗树呢 它的组成结构会比较复杂一点 它会更细腻 当然了 你如果不是用星座 而是用真正的沾星的话 它也很细腻 所以呢 我们打算开一系列来介绍说 你这个太阳星座在12星座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 来对应紫微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先从长得很像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冲突的那一株 或者是彼此帮秤的那一株 那我们先从呢 长得很像的那一株开始 在12星座里面呢 有一个星座呢 它不但个性很像 它的名称都快要很像了 什么呢 叫做巨蟹座 巨蟹座呢 基本上呢 从西历的6月23 一直到7月22 通常是这个样子 那尤其是在7月以后的 那一段 它会非常非常的像 斗树里面的巨门星 所以你只要去看巨蟹座的人 他通常要不就是命宫 要不就是官入宫 要不就是福德宫 要不就是深宫 当千宫也有可能 因为对宫也有可能 会是巨门星 那这个组合呢 你会发现彼此非常的相像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两者有哪些共同点呢 除了那个名字 差一个字以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啊 两者都会具备了 不安全感 巨蟹座呢 当然螃蟹很多种啦 你可能是帝王蟹 你也可能是巨蟹蟹 可是绝大多数的巨蟹座啊 都会有闷骚的特质 都会有这种内心 有一些话不敢说出来的 或是都会有一些 对人生的不确定性 这样子的特质 因为螃蟹横着走 都会有这种 对世界有不同看法的 这样的特质存在 那巨门星呢 其实几乎是一样的特质 有不安全感 因为这个不安全感 居民博学 因为博学 他对视野有不同看法 然后呢 他因为不安全感 所以有些话 他会放在心里面 那两者 也都被认为是重视家庭 为什么呢 因为巨蟹座的夫妻公 必然为太阴心 而太阴心呢 是非常非常家庭的一个行要 一个人 他希望他另外一半 重视家庭 那他当然是一个 重视家庭的人 所以说两者啊 有非常高度的 雷同跟共同性 接坐的人呢 他在命盘上面 有很高的几率 会在命财官 福德 深宫 有可能是巨门星 他会有这样的特质 不过呢 巨门呢 他会有几种祝贺 天机巨门 然后巨门太阳 然后天巨门对拱 太阳巨门对拱 天龙巨门对拱 他会这几种祝贺 所以呢 这个巨门星呢 哪一个会像巨蟹座呢 通常是天机巨门的这一组 以及天同巨门的这一组 太阳巨门这一组呢 你会相对感觉到 没有那么的明确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巨门这一组 往往他的特质 通常被太阳吃掉 他会很偏向太阳星 那太阳星呢 像谁呢 像狮子座 我们下次会像狮子座 所以因此呢 你可以去看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他是巨蟹座的 那通常他的命财官 福德 深宫 或是巨门星 而且呢 会偏向于 是跟天同 还有这个天机放在一起的巨门 而不是跟太阳放在一起的巨门 如果有 那太阳光应该 通常会是弱线位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这两个特质很像 如果你是学过占星的 或是如果你本身就对 这个星耀很熟悉的 那当你在学巨门的时候 你想要了解巨门的时候 不太清楚 那你就去想想 巨蟹座是什么样子 那巨门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系列 请帮我们多按赞 跟多一点回应 然后告诉我 你想要听哪一个珠喝 如果不错 我们就一系列做下去 甚至于我觉得就告诉你说 哪一些是会彼此冲突的 哪一些是相反的 譬如说这个人 明明看起来像巨蟹座 可是行为举止一点都不爱家 甚至非常的花心 他会有冲突的电 谢谢大家 Thanksgiving到德鸺里面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